謝謝趙偉 麻煩部長 馮部長 請備行 委員好 部長 雖然時間辛苦 但是希望辛苦是有代價的 我先提問幾個簡單的問題 那我們周邊幕僚 如果可以支援就可以自己上來 我早上再問了我們的副部長 特別就我們這一個火線安全接頭 火線安全接頭 我們剛才一直講的是電腦螢幕是軟體 我現在回到硬體 火線安全接頭那個時候 不是應該接在模擬器上面 為什麼會接在飛彈那邊 跟委員報告 您今天早上也問了同樣的問題 其實我們這一次也把這個問題 列為我們監察非常重要的一個項目 現在外界不清楚這個東西 那個火線安全接頭 你們要去把它領出來 是的 其實應該是 事官長要去領 他叫了一般事官去領 那就算了 這也有疏失 領料就有問題了 從第一集 把這料領回來了 這個接頭 應該 我這樣講應該錯了你跟進我 應該是接在模擬器上面 他卻把它接到了 蛋體上面 如果他接在模擬器上面 你怎麼按它 軟體怎麼設定 它不會飛出去嘛 我這樣引述沒有錯嘛 是 那我請問你 那個模擬器 跟那個蛋體 他兩個插座距離多遠 其實它是 模擬器是活動的 所以說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距離 他其實拿過來就插上去 是的 他等於是一個盒子插著而已嘛 是的 那怎麼會插錯呢 士官長也是資深的 這位士官縱使第一次 擔任賈超的操作員 可是他經過賈超過啊 而賈超不是演習啊 很多時候是演習啦 訓練 不是耶 賈列超演 對那條軍艦是重大的事情 可是對全軍來講 那個是例行的 如常的一個考試而已嘛 就是那條軍艦的總考試嘛 對單艦年度的最重要的一個 所以他根本連演習都不是 他連演習演訓都不算喔 是的 所以應該插在那個盒子的模擬器 跟插在那個彈體上 是很明顯不一樣的位置 士官長插錯 中士插錯 兩個都是飛彈 飛彈的那個士官耶 你不能他單一的證詞說 我睡不好 我失眠我就插錯了 那兩個東西 部長 你們每一個院長也在這邊 那個東西不容易插錯吧 執行要非常謹慎 那個再怎麼不謹慎 也不應該插錯 我家電視AV端子 我會插錯 這兩個不會插錯啊 這兩個不一樣 而且離得很遠耶 你懂我意思嗎 插錯了之後 他的那個 行程的結果會不一樣 而且插錯之後 就開始操練 開始弄 第二個問題 我們全部設定 試著跑一次 六點四十他們自己練了一次 是的 八點多吧 八點 七點四十 確實是又演練了一遍 我們是每次演練完 這上面的人都要把東西reset 跟委員報告 他們在報告上面 六點四十的時候 他們有做一次裝備的測試 測試完之後 其實他那個時間點 他所插的方式 跟現況 就是那一天的實際是一樣 但測試結束之後 寺官長親自的督導的 把他的火線的接頭拆除了 拆掉嘛 到七點四十 他再裝上去的時候 他就是要被變 被變八點鐘的 被變 但是你們有些設定要歸零 是 要reset嘛 怎麼會有坐標 坐標是他八點鐘 寺官長再做設定的 你看一下你們那個操作過程 是 我們正常是飛彈寺官長 跟兵器長領取火線安全接頭 他不是 這兩個人了齁 再來督導相關人員完成安裝 其實那個單位應該是一個寺官長 配兩個寺官 那因為我們編制少了一元 所以就是一個寺官長一個寺官 沒錯嘛 所以要督導他把火線裝好 應該裝在模擬器 他當天是寺官長跟那個兩個 一個是松室一個下室一起裝 所以還有一個下室 是的 所以這邊就三個人 所以這邊就三個人 怎麼還會裝錯 怎麼還會裝錯 這不能告訴我搞錯了你知道嗎 那個插線不會插錯 再來 接下來要暖機嘛 正常的時候 如果要發射要暖機嘛 那你有沒有暖機 我們單機裝備開機的時候一定會做暖機 要做暖機 是的 然後呢 這時候開啟那個單機做業的 是這三個人還是另外有人 你知道我現在查的是現場到底幾個人 不是你們講的那些人而已啊 報委員 如果說是在發射架那邊裝的時候 剛開始是三個人在裝那個街頭 裝那個街頭的時候 但是暖機的時候呢 暖機的這個部分 我手邊沒有資料 怎麼可以沒有資料 報委員如果說這些都已經是 我現在只是按照你 我這個發射程序應該沒錯 按著發射程序 你跟我應該都要問 那個時候有誰有誰有誰 我才知道有多少人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錯誤 不會那時候 大家剛好去量量喝水啦 沒有這樣子嘛 再來 你們有個東西叫系統操作手 那個才是真正我們在正常作業的時候 他負責定坐標 接受建長指令的嘛 系統操作手應該要兩元吧 報委員這個每一型船會不一定 這一型船要兩個 因為你們副部長已經告訴我了 所以你就不用在那邊講 報委員就是說 你們副部長已經公開告訴大家 有兩元啦 我們在他的戰情室裡面 有兩個操控台 兩個操控台 對 兩個操控台 叫系統操作手嘛 不見得他叫系統操控台 但是有所謂兩個操控台 一個就是今天我們講 飛彈的操控台 我發現這個流程這樣跑下來就是說 這件事情要多少人的疏失 你們講的字叫疏失 我換一個名詞 多少人的配合 才可以讓他一暗射出去你知道嗎 其實有 要好多環節的配合 甚至到暗下發生那個剎那 風鳴器響起 三秒鐘 然後噴火射出去 到那個階段之前 其實 等於是有一些人 把這個東西都射好了 然後不在現場 只剩下一個中士在那裡 你不覺得很怪嗎 我今天如果是士官長 我今天是中 我是中衛 我是兵器長 我東西弄好了 我沒有reset歸零 我跑掉了 應該接在模擬器的 接在實彈上面 而且不應該接在實彈上面 你們認為是疏失 這三個人在那裡 三個都訓練有數 怎麼會接錯 你去問陸海空三軍 不會這樣接錯的 國軍標準沒有那麼低嘛 所以這個問題很大 你們的報告沒有告訴我答案 然後呢 在講到那個喝水的事情 你們的報告是說 那個 這個飛彈這個士官長 弄完了 叫他守直 守直就顧著東西 不要亂動 就像我們陸軍 守那個步槍一樣 等於我叫你看著步槍 你幫我跑去偷發射 連陸軍都不太發生這種事情 飛彈耶 然後他說要去喝水 40秒對不對 部長你們的報告你仔細看 他在8點 設置完了 他離開 什麼時候出現 聽到喔喔喔的聲音 那是8點12分 他怎麼會離開40秒 他離開12分鐘 報委員這個40秒 這個40秒齁 其實不是我們國防部 這份報告裡面的 所以他離開 是從那個攝影的鏡頭 他已經8點10幾分走到甲板 他是聽到聲音 跑回去 那個喔喔就剩3秒要發射了 他跑回去那個是40秒 所以這中間他消失是很長的時間 不是短時間 所以 所以我們這邊 我們確實有在這部分檢討 我跟主席借幾分鐘 因為前面大家都有借 你也借我一下喔 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在那天高雄港裡面 有幾艘軍艦 很多吧 高雄港會非常多 非常多 在裡面 緊張級的巡邏艦有幾艘 在高雄港我們沒有部署 當天呢 我要在左營 在左營有嘛 是是委員報 抱歉引述錯誤 對對就是在那一邊 港內總共緊張級的有幾艘 我現在沒有資料 超過一艘以上吧 呃 我不知道現況的話 我們 你剛才查清楚 但是左營港是我們的母港 對啦 它不只一艘以上 因為飛彈巡邦艦很小台 它 十幾台原來都在那邊 有其他的艦艇 所以 當時左營軍港裡面的 軍艦很多艘 是的 緊張級的飛彈巡邏艇 或巡邏艦 其實也好幾艘 那我現在要問你囉 緊張級的巡邏艦 它緊張級巡邏艦 它上面 舊款跟新款的 都是搭載熊山飛彈嗎 包容我們有不同的構型 所以也有熊二對不對 有這樣子的構型 有熊山也有熊二 是的 所以問題來了 啪射出去 有人馬上知道是金江艦 馬上知道是熊山 我今天問過 我找一個中科院的 當時研發工程師 光放那個 噗噗那個聲音 沒有人聽得出來是什麼飛彈 報委員外型就不一樣 當然啦 外型要在裡面的人看得到 沒有沒有 就是在馬頭看 看他的箱就不一樣 外界的民間人士 可以指出艦艇的型號 可以告訴你是熊三 在第一時間把它揭露出來 還告訴他時間 這不只是洩密喔 我們內部這個東西要把它查出來 外部怎麼知道的 他願意想讓最好 我們從內部查出來 最後一個 你知道 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外交部 我剛才外交部就不用上來了 外交部通知了韓國 日本 也通知了 這個印尼 越南 因為他們 菲律賓跟越南 因為他們有餘工在上面 應該通知的都有回應 然後陸委會 也發了給 發了函 給這個 中國那邊的相關單位 大概都善盡告知了 而且目前各個單位的回應 外國大家都回應說 謝謝你告訴我們 我們會轉成你們的處理辦法 中國那邊 回應也相當的自製 根據國安局的報告 他們沒有升高戰備 他們沒有盜動兵力 目前的反應我覺得還上訴 正常 可是我們國內有人 拼命要把這個 航行就160公里的 講要打到廈門去 生怕打不起來的感覺 這個飛人怎麼飛都飛不到那邊去啊 根據國安局的報告 也沒有引起雙方的緊張 卻刻意去營造這樣的緊張 我跟你講我如果隨便講外面失火了 我還被抓去罰錢了 違反社會秩序回復法 還要講高雄要打成一片火海 這個要譴責 我最後要告訴部長 你有很多東西要改 可是你是我 至少我這短短任期 跟過去長久新聞在看的 你是在少校自殺 你沒有通知外人的狀況下 你到他家去看他 到台南 我看到你敢出來去面對第一線的質疑 有人認為妥有人認為不妥 可是所有的衝擊 所有的質疑 所有的問題 我都看到你幾乎都自己親自第一線站出來 是的 我不是要肯定你 我是告訴你 這樣的第一線站出來以外 要搭配制度的改變 國軍的榮譽 絕對不能因為少數兩三個人 就認為國軍是一潭爛泥 不對 我也看過我們台南的空軍 為了怕砸到民宅 硬把自己飛機拉走自己死掉 怕傷害到老百姓啊 國軍有這樣的人啊 國軍也有英雄好漢啊 所以國軍的榮譽 請你把制度建立好 把壞蟲找出來 把問題格局 把它弄起來 我們不要以為是一個事件 就把我們的三軍講得一文不值 沒有這樣的事情 請你把這問題通通解決 謝謝 謝謝委員 我們下一位請馬文君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 麻煩請部長 好 請部長貝許 馬委員好 部長武安 其實就大家討論的議題 不過我想在這裡看一下 國防部今年預計 徵選一千三百多名 軍事學校正期班的新生 出現了短少超過兩百人的 嚴重缺額 包括陸軍空軍都分別 缺額百分之三十跟百分之二十二 謝謝主席